不过你提到了很多 这个欧洲对中国的一些看法 我们提一提这个 接下来我想请教您的就是说 德国总理默克尔 这个月马上要离开了 他担任世界的总理16年了 真的非常长的一个时间 我想在欧洲 不管在西藏各国 这个很长的一个时间 这个目前这个 可不可以跟观众分析一下 在默克尔现在确定 这个月要离开总理这位置之后 德国现在9月底的这个选举 联邦的选举 现在怎么样 机民党执政党到底现在胜算多少 那绿党跟社民党是不是有机会 您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是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issue 那这个9月26号的选举 是可以说是一个 非常值得我们去密切关注的一个选举 德国的政局 那在最近两个礼拜发生很大的变化 第一个影响选举的因素 就是疫情 那我们说从意大利 意大利在最近的一个新政府上台 就可以证明一点 谁把疫情控制好 谁就能够连任 谁疫情控制不好 谁就会选败 所以这个也发生在德国 那德国现在的话 梅克尔执政 那本来在一个月一个月前 暑假之前 那梅克尔的政党民调是冲上到37%38% 他们还非常高兴的 马上可以达到他们历史目标 40%选票的一个目的 但是好景不长 那在暑假开始的时候 第四波还是德亚达病毒 入侵德国之后 那就是这个确诊病数的话 确诊案例的话 一天的话 现在已经有一万三千多人 有所谓的第四波疫情就发生了 那这个对基民党的选情是非常不利的 非常不利的 那第二个对基民党不利的因素是 基民党的总理候选人 阿米拉选 也就是现在的西巴利亚 北来伊西巴利亚帮的帮长 那他这个总理候选人 是非常有问题的 那第一个问题是 他水灾大校那个镜头 他水灾去灾灾的时候 联邦总统在前面 这个满面愁容的在 讲一些安慰这个灾民的一些话 气氛非常临重 结果阿米拉选 他跟他的幕僚在总统的后面 在那大说说笑笑 结果被德国的媒体捕捉到 泼出去之后 饱受批评 那这个那一笑是对他的选情是 有绝对的影响的 那我本来认为说 那一笑的话 应该对于理性选举的德国选民 是影响不大 但是从这两三个礼拜 才有观察 那一笑是影响很大 特别是 这次的灾情 他勘猜的灾情 是他本身的帮 那他这个帮 他帮里面的选民 对他帮长这个一笑 非常轻浮 轻率的 不认真去 去面对这个灾 水灾的问题 他非常不谅解 那第二个是 阿米拉选这位 金民党的候选人 他有很 很大的领导危机 他从他当 他当上这金民党 党魁的过程里面 就受到两位的挑战者 的一个挑战 那最后他以56% 是有史以来最低得票数 当选党魁 56%的支持 当上党魁 所以可见一般 金民党党内对他的支持度 不是很高 那第二个要讲的就是说 他要当这个总理候选 这个过程也是 非常非常艰辛的 他的对手是 他的姐妹党 基社党 基督民主 基督社会党 在巴巴利亚帮的帮长 马古斯 这位人 那Zerder他 他来势汹汹 当时他的Zerder 他的民调 是比阿米拉选还高的 但是他是 姐妹党里面的小党 所以在这个 基民党权力富豪的情况之下 他最后被牺牲掉 牺牲掉之后 表态支持阿米拉选 那所以说让他 在这个情况之下 阿米拉选才当上 基民党的一个中立候选人 所以他是一个 德国叫做没有卡里斯玛 他的领导魅力是很差的 那这样的一个人 遇到强劲的对手 就是他的挑战者 社会民主党 就是Olaf Schultz Olaf Schultz 这个人 他是现任联邦政府的财政部长 兼副总理 所以财政部长这个位置 让Schultz 这个人逮到非常好的机会 我们说在这个疫情 疫情要为了要买疫苗啦 或者是他们要提供免费的快筛剂啦 那要帮助这些企业振兴啦 要帮助失业人更多的一些补助金啊 都要钱钱钱 那这个财政部长就变成了散财同志 到处去发钱 到处去点头 隐诺这个帮 隐诺那个帮 要提供经费 给这个帮 那个帮 这个企业那个企业钱 所以因为他的角色的问题 所以 受到这个国内的这些利益团体啦 工会啦 或者企业的一个爱戴 所以因为这样 那对他的选情加分非常多 那第二个就是说 他口才非常好 那他对于这疫情表现非常沉稳 贪灾的时候 也跟这个孝孝先生 阿米拉雪不一样 非常稳重的去 发放一些纾困金 去承诺要去赠灾 赠灾的一些拨款 都避开了传统的 德国的官僚的一个过程 很快速的把钱到位 让他觉得说 这是一个我们要的 总理的一个人选 所以 Olaf Schultz 他的民调 最近是冲到将近50% 第29号的民调 题目是说 这三位候选人 绿党 社民党跟基民党的 三位候选人里面 你最喜欢谁当总理 49%的人认为说 Schultz 是最好的 那阿米拉雪 基民党这位候选人才 17% 绿党的北尔博克 那位女候选人 16% 所以说这个差距是 三十几%的差距 所以可见说 这梅克的政党 这次选举里面 他的败基 已经有点悬漏出来 那 我再提供一个 很值得 基民党去担忧的一个 最执行的民调的数据 民调数据里面 我刚才讲说 在一两个月前 疫情控制下来之后 那基民党他是38左右 是最高的 那现在他已经掉到 百分之二十二 7月28 7月28的一个 最后一次的民调统计 百分之二十二的人 支持基民党 然后呢 百分之二十二人 支持社民党 那 这是 好几个月来 这是第一次 社民党冲到 冲到两位数字 冲到二字头 而且是跟基民党 平起平坐 那这个是 社民党里面 最大的一个拯救 那是 基民党里面 最惨的一个成绩 那绿党是 百分之二十的支持度 那 自民党是百分之十 那所以说 这几个主要的政党 我们可以看到说 今天的话 美克的政党 基民党 他的优势已经 被 圣民党赶上来 民调里面是 22比22的情况之下 再加上 总理候选人是 49比17 所以说 按照目前的数据来看 美克的政党是一定会输的 一定会败的 但是 22 17 16 都可以证明一点说 没有一个政党 能够单独超过 百分之五十 那这个是 1963年到现在 德国政治上面的一个 普遍的现象 没有一个 党能够单独执政 所以必须要组成联合政府 那 按照目前 728的民调来看 有三种联合政府的 组合形态 第一个就是 所谓的 亚买加联盟 亚买加联盟 就是 黑绿黄 黑绿黄联盟 亚买加 他的国局是 黑色绿色黄色 黑色就是基民党 绿色就绿党 黄色就是 自由民主党 那这三党加起来是 52% 那 另外一个 52%的一个 一个联合政府的 一个组合模式 是所谓的 红绿灯联盟 安普科兰联盟 红绿灯盟 就是 红 社民党 绿党 跟自民党 那这三党加起来 也是52% 那第三个 超过50%的组合是 所谓的德国联合政府 德国国籍的三种颜色是 红 黑 黑 红 黄 所以是基民党 跟社民党 跟自民党 加起来是54% 但是第三种 第三种结合是 已经是 不可能的 因为社民党它 已经发过毒誓了 绝对不再跟基民党 组成联合政府 因为 在梅克的四任 联合政府里面 有三任 是跟社民党组成大联合政府 那这三政的 12年的合作里面 那 社民党的党运 是越来越 越萎缩 还曾经掉到 它的支持度 只剩下9%而已 所以党内的人 都有一致的一个看法 未来绝对不行 再跟基民党去 组成大联合政府 所以 德国联合政府 它是被替主 被替主之后 剩下的就是 亚马尔加联合政府跟 红利登联合政府 那 照刚才的一个选票来看的话 这个 欧拉夫 欧拉夫秀斯 他的 支持度是49% 所以他 出来组 联合政府的 情形是比较被看好的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如果说梅克尔下来之后 阿米拉选 他没有选上总理 那就表示说 梅克尔的亲中政策 可能会受到挑战 那这个是 很值得我们去观察的 中国跟 跟德国未来关系的发展 在926之后 如果是 基民党的候选人 继续执政的话 那因为 这位阿米拉选的是 梅克尔的一个代言人 梅克尔执政这16年当中 非常提拔这个拉选这个人 而拉选的话也回报 回馈给这个 这个 这个梅克尔到处去做宣传 上电视啦 写文章啦 去宣传梅克尔的政策 也支持梅克尔的亲中政策 所以说我们可以说 如果说拉选的上台之后 亲中的路线会继续维持 那如果说 绿党 贝尔执这位女孩子 上来的话 虽然他现在的民调 16% 绿党的话已经退居 第三位 20% 那 还有三四个礼拜嘛 政治好像 足球场的比赛一样 没到最后一分钟 绝对不能够概观论定 那如果说按照这位 这位女候选人的一个 一个政见的话 他是 百分之百的反中的 所以说他如果上台 绿党如果上台执政的话 那现在的梅克尔的亲中路线 一定会受到很大的挑战 但是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 梅克尔在2005年上台的时候 也是反中的哦 后来走到亲中的路线 所以这位 绿党女总理 会不会 变成梅克尔第二 一开始反中 那后来又越来越务实 看为了救德国的经济 必须要屈就于中国的中国市场 而跟中国亲近 那这个事值得我们去观察 那Shorts这位社民党的 社民党他是左派路线 左派路线 所以现在德国的政治氛围里面就 掀起了所谓的 左派崛起的一个声浪 那现在的民调 这个他高于基民党 绿党他基本上在政治光谱里面 也是被归于左派 所以现在左派是比较强势 比较得民心的情况之下 上来之后 如果说正民党 他执政的话 他的中国政策 会不会延续梅克的政策 是变数是非常大 不管基民党或社民党或瑞党 这些实力校长 选举的校长 会攸关整个德国对中的政策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 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 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 www.minjinnews.com 推特 at Minjin News 脸书 Facebook.com